那如果有時候你想要把一個點 比如說我把希望把這個面給分離開來的話 你可以先選這個點 然後你到Mesh,Edit Mesh下面這個叫做 Detached Component 把這個圖案叫出來好了 這個符號 所以我自信他,他會把這個點把它給拆開來 相信拆開來 所以如果想要讓他試看看 點一下,去用個點,然後你可以去位移他 他把這個點呢 拆解 就是變成 這邊的點被你分開來 如果你要把一個 點給拆開來的話 那相反的,如果說你今天希望 有些點,你希望再把它黏起來 你正在做模型的時候,比如說我希望 再把這個點把它黏起來 他這裡有可能,或是 你可以按右鍵 然後上面有一個叫Merge Vertex 那你可以選擇說我今天 他的Merge Vertex,或是說我今天是希望 選這兩個字間去做Merge 他就把這個點再把它黏回來 所以有時候 在刪除模型的時候,或是模型之間 與模型之間,你希望去做黏的話 可以用這個方式做 或是 他也有黏邊 比如說我選這兩個邊 他應該也有Merge的 Merge Edge的 這個指令 如果他這個 英文章一選的話 他會影響到這邊 所以 有時候我們在做的時候 可能會用 點的方式會比較方便 比如說我這樣把這兩個點黏起來 他會把那個點黏回去了 所以點 有就是模型可以讓你拆開來 你可以把你合起來 我會不會讓你來 我會把這個點黏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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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